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方将继续为钢果金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帮助 进一步提升合作滞效 本吧感谢中方对钢果金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支持 他表示钢军愿和中方相互支持 加强合作 共同推动两军友好合作关系深入发展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26号在底特律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 会见了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等议题交流 并且强调了持续绘画沟通的重要性 26号在美国底特律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期间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区域 以及多边议题进行了交流 中方就美国对华经贸政策 经贸领域涉台问题 印太经济框架以及美对华301关税等问题提出关切 双方同意继续保持交流沟通 另外王文涛还会见了智利新西兰以及新加坡代表 进行了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四方会议 并且在同日分别与日本韩国代表进行了双边会谈 戴琪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在回应中美会面时表示 双方沟通可以帮助理解对彼此经济的影响 但是他并没有具体回应会谈细节 以及拜登政府对301关税的下一步计划 中国类优的影响 美专业-美专业的美业关系 与中共的影响关系中 与中共交流与叶决金辞与业 与中国情况下 澳大利亚、中国爱与中国 对最大的富 toe 产业、中国的季度 我们知道这些 但他们在未来的然后 这个务重值 我们知道它 在二十五、二十六号两天的会期当中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多次重申了拜登政府 自下而上扩大中产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政策原则 他还试图说服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 当前的全球化有局限 那他是认为激进的自由化以及降低关税 虽然在过去一段时间是刺激了经济的增长 但是也带来了公平问题以及供应链的挑战 那预计在今年十一月份旧金山进行的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 美方将会持续推进世贸改革等一时日程 凤凰卫视陈飞飞张兆雨发自底特律的报道 正在美国底特律参加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的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26号分别会见了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 以及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本部长安德根 王文涛与世贸总干事伊维拉在会见中 就世贸组织余业补贴协定批约工作 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筹备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伊维拉赞赏中方在世贸组织中的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期待中方继续为推动 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取得成功发挥领导力 王文涛表示中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积极参与世贸组织变革 在会见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本部长安德根时 王文涛表示中韩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发展 中方愿与韩方一道 深化双边贸易投资合作 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共同推动双边区域和多边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安德根表示近年来韩中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不断加强 两国间紧密的合作关系 为保证全球供应链稳定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 韩方愿进一步深化双边经贸合作关系 并在区域和多边框架下拓展双方合作领域 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在半导体产业链 供应链领域的对话与合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 26号和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等官员举行会见会谈 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 26号访问俄罗斯 期间同俄外长拉夫洛夫 副外长鲁登科 加鲁金分别举行会见会谈 双方就中俄关系和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等交换意见 双方一致认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的成功访问 进一步加深了双方政治互信 夯实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 为中俄全方位务视合作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双方将全面落实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重要共识 进一步加强双多边战略协作和各领域交流合作 不断丰富新时代中俄关系内涵 李辉表示 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 中方一贯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积极劝和促谈 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取之决定自身立场 始终坚定站在和平一边 站在对话一边 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中方将在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中国立场文件基础上 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方加强交流对话 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 俄方赞赏中国推动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真诚愿望和切实努力 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四个应该 四个共同和三点思考 认为中方有关原则立场有助于和平解决危机 俄方将继续坚持政治解决方向 并中方继续加强沟通协调 峰会是综合报道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当地时间26号 在美国康尼迪格州的肯特郡 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在会见当中 谢峰表达了中方 对基辛格博士百岁受臣的祝贺 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 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基辛格日前接受媒体采访 表达了对美中关系 美国对外政策的关切 呼吁美国避免过度对抗和冷战思维 基辛格表示 美国应该避免将中国视为永久敌对关系 并认为美方的对抗做法 可能导致双方陷入无休止的对抗 无法实现期望的目标 他指出 美国在政治上捍卫对美国和民主 生存至关重要地区的能力 已经大幅下降 他将这种政治上的虚弱 归因于美国对自身历史报复和制度信心的下降 美国在现今的环境中 想要重建欧洲联盟并赢得冷战 几乎是不可能的 基辛格表示 美国各界包括不同党派和组织 都应超越各自集团利益的分歧 追求美国整体利益和发展 基辛格还对当今世界格局发出警告 他强调 当今世界正处于典型的一战前格局 任何对均衡状态的干扰因素 都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 他强调 防止毁灭性冲突的唯一途径是冷静外交 他建议 中美从局势上将文开始 组建建立信心和工作联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台湾防卫部门27号指 中国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 一共三艘军舰 当天中午通过台湾海峡 台湾防卫部门指 山东舰航母编队三艘军舰 当天中午通过台湾海峡 沿所谓的海峡中线 以西向北航行 台湾军方运用任务机 舰级暗制系统 密切监控 有效掌握台海周边区域动态 并适切应处 山东舰是中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 于2019年12月17号开始服役 台媒曾指 山东舰于同月的26号 首次穿越台海 针对澳大利亚对待台湾问题 反复无常的态度 中国驻澳大使肖谦 近日在堪培拉举行 媒体吹风会的时候 向中澳记者表示 敦促澳方以实际行动 恪守一个中国政策 强调有关表态 不应该流于形势 同时呼吁国际社会 支持两岸和平统一 近日 澳大利亚驻日本新任大使 海赫斯特 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 澳方认为 中国采取的举措 正在导致台海局势 出现不稳定的局面 他呼吁 以国际合作的方式 维护台海地区的稳定 然而 澳大利亚政府不久前 曾公开表示 不会承诺支持 美国参加台海军事行动 针对澳大利亚政府 反复无常的态度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削谦 敦促澳方以实际行动 恪守一个中国政策 支持两岸和平统一 澳大利亚政府 修澳大使还表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 基本方针是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中国政府将保留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以制止那些试图阻止 中国统一的人 方我是杨罕英 新年报道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27号和访港的菲律宾参议长 苏比瑞会面 就共同关注的议题交换意见 李家超表示 香港和菲律宾在经贸 投资 金融等不同领域 保持密切交流和合作 香港也是菲律宾和其他东盟国家的 重要贸易及投资伙伴 他鼓励更多菲律宾企业和人才来港发展 并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 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拓展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在内的内地市场 他表示香港正继续争取 尽快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并感谢菲律宾在香港争取加入的过程中 所给予的支持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 也出席会面 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 全全在香港 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再会 全球华人健康平安